谁不想拥有这样的蛮级老师 一场被脱躺 饿着肚子学习真的很难受 不过我还教训他们 他们不仅觉得委屈不合理 上课的教育还会大大减亏 我不能这样 上课吧 老师没讲完是因为老师没安排好时间 就不耽误大家吃饭了 快吃吧 别笑挑战每人唱一首歌 谁要笑了 就会受到贪困的先发 Round 1 我过去 我沉动我的心 天天去回忆他怎么真心 Round 2 野蛮要战斗 野蛮要战斗 好可爱 小时候的攀比 我这个鞋子 7百块钱 上乘里面买的 才7百 这个是我国外买的 2百美元 我看着听讲 你不会被你妈骗你吧 你就算吧 一下 拉后的攀比 诶 死吧 靠着你好看吧 6500 我这才5块钱 差2块不够了 你拿这个好比 开始第一天惊喜时刻 啊 妈 你给我不叫我嘴 靠着第一天就说到了 完了完了完了 你睡梦了吧 不是都毕业一年了吗 毕业了 上天一刻了 安静安静 彭春你吃点吧 那以后你游戏写下了 游戏出来作业了 哈哈哈哈 游戏写下 做什么美梦子 赶紧起床 你又开学了 前段写完了吧你 初夏作业 所以到底是噩梦还是美梦 女生开学的胜负欲 本座的人 谁啊 绿桃你看 开学我一定能经验所有人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准备我开学的帐篷 没听见 哼 没听见啊 那给你看个新的喽 哎不错哎 就是比我的还差一点 嗯 这是可以说的吗 开学那天 我应该是会最多目的 怎么才算最独目呢 就像我这样吗 I bring the pain like this that can't find them this that can't find them this that can't find them get them go 公开课老师的内心想法 首先热烈欢迎校长 其他主任以及老师来听课 欢迎一下同学们 哎 校长吃饱没试干 又要来找这口骂我 这节课咱们来讲送别哦 上节课讲过的再重新讲一遍 这样才不会出错嘛 同学们先小组讨论一下 待会儿老师呢 冲一个人回答问题 小组讨论 又可以偷一点时间 不用一直站在讲台上了 小组讨论结束了哈 嗯 随心仪 你来回答一下问题 嗯 嗯 没有想好吗 没关系没关系 先坐下 真的都不会 跟上节课一样的问题啊 李子豪 你来补充一下吧 嗯 讲了 不太熟悉啊 没事没事 你也不会 校长在后面坐着呢 下课他肯定要找我麻烦了 有谁知道的呀 举手回答 必须在校长面前往回面子 找个学习好的来 这招我做老师也用过 会得起右手 会得起左手 王子豪 你来 这首诗讲了 很好哈 这一命恩人呢 终于打出来了 同学们请盖上书哈 抽费一下 怎么还来不下 长屏外 鼓道边 过来隔离14天 真抑郁 终于下课 同学们 欢送校长和老师们 校长 我们不请你办公室 请给他们示范一遍 那些公开课表现过好的 我要骂他们几句 敬给我出手 当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 同学们 咱们学校决定开一个实验班 就是把重点 学法班同学 和普通班同学 和班上课 是不是想让我们普通班同学 把真子班的带坏 我觉得可以偷袭 看看 越老是越偷袭 反正对我没影响 很近 现在普通班的坐左边 尖子班的坐右边 你们的班主任 是原来尖子班的班主任 陈秋云 副班主任是原来普通班的 班主任 装萍 那个最严厉的班主任 岂不是两个班主任管着 你好 听说你是全校第一 我这么看你旁边坐来的 还点点头 领导巡视吗 学习好了不起啊 第一天就有狂腰尾 喝饭也还行吗 大家安静一下 什么搬呢 他都慢慢 同学们安静一下 上课就要安静 这么简单道理 还要教吗 还是这么好欺负 一点兵器都没有 怎么当的好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当不好了 这不是只有生才能当好老师 这不是会发屏性吗 下次他们再这样 你就这样 完了 好日子到头了 感觉和班会很有意思 当我转入贵族学校 同学们 我们要换餐天的校服了 学校给大家准备了 普通款式的校服 现在就让模特给大家试穿看一下 O N G 红色没有印花 能写气质 红色太眨眼了 我反而更喜欢红色 我会在穿校服给他们选 他们都不惊讶吗 看了这套大家都不喜欢 我们看下一套吧 我不能惊讶了 要不然现在我太没见识了 这种破洛群 太调生态了 玩游戏吗 教授的网慢死了 玩游戏卡着PPT 那是你不会买手机 像我这个EAXS2V 16GB大约子能不卡顿 后台台44个应用都没问题 为什么你能这么流畅 它是有些语音计算砖网 像教室电机之类的 弱网环境的不掉屏 玩得很顺畅 我赢了 这顺畅连招式的 难怪我会死 你这个是曲面屏 换我这台EAXS2V 直屏手机不会误触 可真是 操作流程又顺手 请大家选一下成绩的校服吧 这些一般 要不找个名牌设计师设计吧 我想学学他们的审美 咱们这一套在穿了四五个月 如果要换的话 岂不是越要换我会属校服 不用重新教育 那我没意见了 我们要选个机会 屁不上我发贪 咱们学校是想让学生 通过自己决定校服 来提高学生的审美 你怎么就傻得起 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的 对啊 你也是扮演的一份子嘛 我 我替我小的 我只能套就能套 还有 你们这套不要的校服 能不能送给我 我想拿到卖二手 拿点钱 可以 当我转入贵族学校 我竟然发现了一个上千的羊毛 你们要不要一起好 好羊毛 看不起谁呢 上千的羊毛谁在乎 我以前在书弄飞都不是上千 好吧 我怎么总是忘记他们跟我是不一样的 你想说两句 本来就是啊 花点时间就会弹正一点小一小 是什么羊毛 我还挺有兴趣的 真名 他今天这么说是因为王小吗 我觉得你这个小董的儿子 应该看不到这点钱 那他谁给我介绍的 你继续说 还有什么好 怎么都护着他 受不了 徐婉 徐婉 对不起 我下次不拿这种到学校了 他跟我道歉 明明是我无辜歉怒呀 我一直自认为我比他好 高贵有素质 其实还没有他大气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无故迁路里 你是不是欣赏王小才迁路下 我好说他眼光差 没必要因为他破坏跟朋友的关系 而且我也从来不信也跟别人吵东西 不愧是我认识的徐大小姐 格局很大哦 那是 你们看看我是谁 我离不开 扎林肯离不开你 当我转入贵族学校 同学们 马上三八妇女结了 学校给全校的女生多准备的礼物 哇 竟然给全校女生送礼物 在这花多少钱呀 这是送给大家的面霜 还有包包 穿下去吧 竟然送三千多的面霜 这也太贵了吧 你怎么就只要算这些钱 因为我觉得学校准备的太贵重了 都不敢收 为什么 都说妇女结是一个有贡献的 结了婚的妇女过的 像我们这种没结婚 对收贵没贡献的是不过的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 或者说不配出这么贵重的礼物吧 其实马了十四岁就可以叫妇女了 国际妇女结的意义是 倡导男生刮女生 倡导女生之间互相关爱 倡导女性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正是女性的哀伤和力量 妇女生 活出自我 咱们学校在妇女生给女生更过日的节日 就是想象中女生感告诉女生了 属于正确观念 爱你 活出自我 泪泪在我 是 是 是 我 送这么贵的面霜 是既要让你从心理上认可自己的女性身份 也要从状态上认可自己 我很庆幸我转来了贵族学校 他们的认知真的比我搞很多 可没想他傻傻的 你怎么老包住他 大概是因为 他有像野草一样 抓住一切向上的生命 会话呢 他问你什么事 你的是不是就是我的是吗